春养肝并不沾,20要梳肝,40要补肝,60要揉肝 都说春天是养肝的黄金期,那么具体肝要怎么养呢? 养肝可不是说一味的去补,不同的年龄段,养肝的重点也不一样 20要梳肝,40要补肝,60要揉肝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 先说20要书肝,20岁这个年龄肯定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时候 年轻就怎么样,我们说年轻就容易气盛 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冲劲,相对来说脾气就会比较火爆 遇上什么事呢?情绪起伏也比较大 甘主情志,情志太过,或者总被压抑就会导致甘气不输 出现腹胀打嗝胸闷,情绪抑郁等 这时候就需要书肝理气,可以参考一个柴虎书肝丸 再来说40要补肝,40岁差不多已经是人到中年了 身体过了顶峰时期,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身体的亏好 我们的肝脏也是一样的 这时候很多人开始会感觉眼睛红花,干涩 经常会头晕眼花,甚至有的人腿脚也没有以前好 经常手脚麻木抽筋,屈身也不灵活,头发也开始掉,发白 这种人就需要补肝了,可以参考一个龟巢地黄丸 最后是60要揉肝,60比40大了20 如果说肝血持续亏好,不能制约肝阳了,就会导致肝阳上抗 这种上胜下虚的情况 经常会感觉头晕头痛,头重脚轻 腰气酸软,脾气急躁,老是想发脾气 严重的还会有肢体的麻木,甚至出现高血压 这时候就需要揉肝平肝 可以参考一个棋局地黄丸 这时候就会参考一个棋局地黄丸